对了 吴大哥 这一次请您过来呢 是想表示一下我的感谢 之前您不顾个人的安危 救了我 不过也不只是我了 还救了很多人嘛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作为一名消防员 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我们每个消防员 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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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吴 我给我拼你呢 行 拼牛排 别凉了 吴大哥 您还记得在隧道救孕妇那一次吗 我整个都慌了 还多亏有你在啊 您记得吗 隧道 隧道 我记得当时 当时他展现了一个优秀的消费员的素质 当时吴大哥还 当时他表现得非常英勇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跟他把这个饭吃完 你说那个隧道的事啊 对啊 其实当时 其实 你也没讲那么多 这是你应该做的 罗姐你别老打岔 任彦兰想听呢 吴 大哥 你快说 当时你是多么地英勇 当时这事吧 跟 跟我没太大关系 其实吧 隧道的时候吧 主要是靠罗站长还有霍夫站长 当时啊 拆除的时候 是霍夫站长提出来的 才解救了那么多人 你有朋友聊了 吴大哥 我知道两位站长的功劳很大 但是对我而言 是您帮了我两次 就是在隧道救援那一次 我整个人都慌了 是你让我震定下来 还有火场那一次 我都觉得五块绝望的时候 是对讲理你的声音 让我找到了希望 牛排要凉了 不是 那 那 那事真不是我干的 那事是刚才我跟您提那个 霍夫站长 他 他 他做的 我想在 champions 他也做的 我最后找到 啊 船上 得不被这岁 坐在那里 我也怎么这么严重 他愿意 身产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